我们就从四面角开始剪面 敲一敲 瓷砖到底是真材实料 还是须有其表 水电移工师傅教你揭开 黑心房东没有说的装潢秘密 这个部分就是完全没有贴附在墙壁上面 这个算不及格 入行三十多年 二职房东什么稀奇古怪的装潢烂招 小罗师傅看得多了 那一楼到五楼的时候 就是用应用到的所谓的黑心的商品 就是海沙 我们通常在称的海沙屋 是不是海沙屋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 看到垫高的浴室地板也通常不以为意 但魔鬼就在这里 里面是有便当盒 还有酒瓶 还有一些废弃的一些管路 就埋在里面 原来可以垫高的浴室地板 里头通常不是什么好东西 接下来换水电工阿达师傅 掀开配电箱的神秘面纱 新大楼的话 基本上它的开关回路都会分得比较细 黑心它们不会有漏电断路器这个东西 除了瓷砖浴室配电箱 房产达人 思维说看房子的时候不要少了这个动作 看房子就把它推开来 你可以确认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天花板的材质是什么 第二个是有没有漏水 思维传授看房子两大内功心法 另一招更重要 闻一闻空气中的味道 看到像漂亮的柜子 记得闻一下 如果你觉得那个刺别的东西 那小心那就是假学 那个会危害你人体身体健康哦 也就是说不只看房子还要闻房子 这些撇步既牢了 就能破解黑心房东布下的装潢迷雾 东西财经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